旁点风声榜 十大武器排名 第十名 黄金棍 黄金棍是风声榜里雷震子的兵器 全名为风雷黄金棍 顾名次义 黄金棍通体金黄 风雨雷电中的风雷 在雷震子手中服服贴贴任其所用 黄金棍是雷震子的师父云中子所传 据说黄金棍出世时 整个天地都被雷声震亮 刹那间风响天地 轻刻雷鸣遍雨中 雷震子本身就实力非凡 在得到黄金棍后 更是斩杀无数商朝大将 滚下王魂有著名的星环 鱼光 雷鹏和鹏尊等人 雷震子手持黄金棍 面对眉山蛇妖 以丝毫不惧 还把文重作祭莫其林给打成了两半 把他排在地时理所应当 第九名 顿龙庄 顿龙柱从外形上看 就是莲花上有一根黄灯灯的大柱子 上面先有三个金圈 可瞬间将敌人锁住 无论是人龙还是仙神妖魔 被秦柱就挣脱不了 只能任人宰割 顿龙柱原本是文书广法天尊的镇洞之宝 后来才传给徒弟金渣 护身伐咒使用 风神榜中 此柱一共出现过两次 一次为秦哪吒 一次为对付石绝阵 把他排在地九 合情合理 第八名 雌雄双鞭 雌雄双鞭是风神榜中 雷祖文仲的兵器 此鞭按阴阳分二气 由两条雌雄交龙所化而成 为两条金鞭 他的持有者文仲大师 虽为帝仙 却是结教精灵圣母门下弟子 头身三眼 第三幕可变奸邪中间 人心黑白 法力颇深 风神之战中 文天师手持雌雄双鞭 威力惊人 不仅把哪吒打下风火轮 之后还打了金渣木渣和杨茧 只可惜 后来遇上了江子牙的打神鞭 两人交手不过三盏 雌雄双鞭被江子牙的打神鞭 彻底打断 两神级交手 高下利剑 第七名 金娇茧 金娇茧是风神榜中 统天教主的法宝 后归于三肖娘娘所有 有两条蛟龙所画 头娇头如茧 为娇尾如骨 神仙妖魔 无不能茧之物 其伤害力在剧中绝无仅有 不仅重宫下走路鸭道人 产教十二仙 也对此茧极其惧怕 风神大战中 金娇茧被三肖 借给他们的财神兄长 赵公明 赵公明在与燃灯道人大战之时 一时不察 被其夺走定海珠和附龙所 气得他立即祭出金娇茧 把人能盗人的坐镜 梅花鹿剪成两段而亡 金娇茧威力巨大 但是有一个致命缺点 只要他吸血过多 就会暴虐无比 谁也不认 贱人就杀 后来茧茧被三肖娘娘用来暗算老子时 被其挥手收落 从此杳无音讯 固排在第七位 第六名 樊天印 樊天印是风神榜中 产教仙子 广城子的震动之宝 据说由不周山炼制而成 被玉清元氏天尊赠予他的徒弟 广城子 后又被广城子赐予其徒弟 阴娇所用 樊天印有个外号叫 专克圣母 因为死在他手上的圣母 不止一个 简直是杀圣母利器 只可惜 樊天印在阴娇手中 再不能发挥其全部功力 最后阴娇在攻打江子牙时 被打死 樊天印被广城子收回 第五名 三肩两人刀 三肩两人刀俗称三肩刀 又叫二郎刀 是风神榜中 二郎神扬己的法器 此刀为刀中另类 刀柄在胸口 刀部略高于头顶 虽然称之为刀 实际上是长柄的剑 属于长兵器 是把刀和叉 结合在一起的兵器 前端有三叉刀形 刀身两面有刃 可以用来刺杀 也可以用来挥辟杀敌 是一种多用途兵器 甚至于 主要用途就是为了 劈开华山 救出杨简的母亲 此刀随着杨简的地位 水掌船高 被大众所知 也是杨简的本命武器 第四名 斩仙飞刀 斩仙飞刀是风神盲中 令狐妖打击丧命之物 也只有斩仙飞刀 才能真正解决打击 而这其中缘由 很是神秘 斩仙飞刀全名 风神斩将飞刀 是由鹿鸭盗人炼制 之后被传给江子牙 朱青一臂之力 斩仙飞刀平时被装在 红葫芦里 难窥真容 只有杀敌时 才会将其取出 但冒出来的 也只有一个 长着五官和翅膀的人头 斩仙飞刀 一共出现过五次 次次揭示 一击必杀 斩人首级 打击被抓后 因其百般娇媚 万种染青 见过的人都不忍下手 最后只能请出 斩仙飞刀 才真正见狐狸精 人头落地 可以说 这是一件 专门为了斩将风神 而生的起宝 第三名 化血神刀 化血神刀 全名 天罗化血神刀 乃是奇毒飞刀 此刀快如闪电 只要被电光击中 有了刀痕 立刻祭死 是由风神榜中 蓬莱岛的 一气仙 鱼园所炼制 后来被鱼园 送给了自己的徒弟 鱼化 鱼化拿着此刀 骨甲抚慰 竟真的伤了 哪吒赫雷镇子 眼看二人即将丧命 两简想出一计 他先是用八九成玄弓 试毒 后扮成鱼化的模样 去其师父 鱼园处 聘取解药 成功为哪吒赫雷镇子解毒 虽说哪吒赫雷镇子 保下性命 但是唯有的三颗解药 已经被用 从此之后 化血神刀 无人能破 只要此刀一出 圣人之下 当场毕命 其威力 在风神榜里排第三 绰绰有余 第二名 大神鞭 大神鞭是风神榜中的质宝 为原始天尊所有 后被其赠予姜子牙 以管理风神之用 大神鞭外表平平 乍一看以为是一条木鞭 其实 大神鞭一共有21节 84道符印 专为大神之用 在风神榜中 大神鞭一共用了20次 此鞭一出 边下之神将无所遁形 只能被动挨打 只可惜 大神鞭虽然威力惊人 却有很大局限 顾名思义 大神鞭只能打神 打不得仙 也打不得人 为特定法宝 大神鞭与风神榜回归天庭 补助玉帝 浩天制约诸神 将子牙 攻城身退 第一名 寒谷番 寒谷番是风神榜中 原始天尊之物 有开天辟地之能 此方不仅可以撕裂混沌时空 还可以开辟 无边的洪荒世界 不仅可以操控天地之威力 还可以破天地 掘古机 毁灭无数 环宇世界 由于盘古番 威力巨大 所以红军老祖 在将其赐给 原始天尊时曾说 盘古番 不可轻易祭出 塔牌第一 当之无愧 看完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收藏 关注三连哦